上禮拜的重点是刚刚讲的表单设计部分 然后今天的话延伸出去 我们今天接着把表单设计延伸到跟资料库连接的部分再做说明 当然资料库呢 比如说我VBA一次要跟资料库连接的话 那其实本来两者之间要衔接 它当然有一些简单的汇数功能 不过那个功能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是不够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用VBA去帮你完成 就是跟资料库之间连接的这个部分 那资料库怎么跟VBA做连接 这个我想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首先这个地方的话上个礼拜是云南白板里面 表单设计问题01这里 那一样我们这边有一个程式码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上个礼拜呢 我们大概就是先简单的复习一下 就是说用内建函数怎么做 VBA怎么做 VBA了几个方法 然后再做一个表单 我想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要怎么样把它启动起来 另外呢 怎么样在那个表单里面加一些 加入资料到清单 下拉清单 然后另外怎么样用定义名称的方式加入清单 这个我延伸这边有提到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按下按钮的事件 做一些比如说表单里面怎么呼叫 制定的方式 那这边有 其实在表单里面也可以呼叫方式 那另外的话当按下Enter的时候呢 可以自动怎么样 就不要再按那个按钮了 它按Enter 自动等于帮你怎么样 call B1跟call B2 后面记得要加底线click 就等于是把B1click B2click B1是等于是按确定嘛 B2是清除里面的资料 那最后邮标再放在myA 指的是第一个文字方块里面 那其他还有一些防呆的做法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把那个专案做密码的处理 比如说你将来不希望就是说 你做做好的表单 还有你的模组里面的程序 还有制定函数这些东西呢 将来你要表保护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开启这个 一样把你的Visual Basic 以后如果你写了一些东西 如果你担心有人 他会开启开发人员 并且进到Visual Basic的话 那当然你写过的程式嘛 之前写过程式嘛 那就一览无疑 哎呦这个档案里面 那如果说呢 假设这边已经有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把这些做保护的话 那记得你可以在VBA的Project上方 按右键 这边有个VBA的Project属性 属性的部分的话 这边有个保护啦 按右键 专案属性里面的保护 这个把它打勾 那你就输入那个密码 比如说输入1234好了 OK 按个确定之后呢 其实好像可以不用储存啦 其实你按储存不储存 主要是外面要储存就对了 那你下一次呢 假如再重新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呢 进到VBA就会有密码 它就不让你开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要要注意一下 然后把这个关一下 假设我把它重开过 看那个我的这个范例 打开来 不过我看一下 这这一个 不过这个这个档 因为里面没有VBA 里面没有模组 记得就从这边 你就把这个按右键 属性里面的保护的地方 你看没存到 不过因为可能是另存新档 把它存成XLSM 加上密码 其实就可以有保护的作用 这个我想你们等一下再试试看 再来今天的重点 慢慢延伸到有关资料库部分 就是如何将Excel的资料 汇到SS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资料库 坊间的资料库 当然不是只有SS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 那其实 当然我们这边的话 先以那个SS当一个范例 将来如果说你要汇到其他 种类的资料库 其实你只要懂两个东西 其实就够了 一个是上海方提过 ADO 第二个ADO的话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 有点在Excel VBA里面 当成一个外挂 本来Excel VBA 不能连接资料库的 可以藉由ADO帮我 去连接资料库 OK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Connection 连线 它有一个连线的物件 帮你做连线 那连线之后要做什么 你要跟资料库沟通 所以你第二个可能需要知道的就是 就是怎么跟资料库沟通 那因为资料库的话 DADO 第二个的话资料库 它们有个共通语言 就是你跟它连线的 这个ADO有点像总机 总机 它帮你接通的 那你跟它talk 那怎么跟它talk 它如果是一个外国人的话 其实你就讲英文吧 反正至少它共通 就跟资料库一样 如果说你 资料库的你要学一种语言 叫SQL 那SQL的话 其实L就是那个啦 SQL 其实它读作SQL 那这个L其实是Language 就是一种在那个资料库里面 共通的语言 也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的资料库呢 只要是主流的 一定都支援SQL 所以呢 你可以借由什么 ADO再加SQL 其实就可以跟那个 后端的资料库沟通 那基本上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啦 不外乎就四种 把资料查回来 把资料写过去 两双项了嘛 然后呢 再来不外乎把资料做修改 再不外乎就把资料做删除 大概最常用到就这四个 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OK 大概这几个 如果你会的话 大概八成的功能 其实在一般工作需求也就足够了 OK 所以今天的话 当然我们重点会摆在 如何跟 先assess资料库 怎么样跟它连线 不过在跟它连线之前 你需要怎么样 先把这个资料 先变成assess 那所以我需要一个assess资料库 那assess资料库怎么建立 当然一般的习惯是用贿赂 因为有的时候用assess本身有个汇入功能 它汇入可以直接把ecel的资料工作表变成资料表 它有一个相对应的那个观点 那这个是比较快速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也许把这个资料吧 原来我们的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如果要汇入到assess 它的第一列不是栏名 它的第一栏呢 不是资料 所以可能会汇入比较麻烦 不是汇入很麻烦 因为你还要再去掉这个去掉那个 所以我比较建议 你干脆直接先把原来的资料怎么样 先干脆建一个公司 就是汇入需要用的那个工作表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先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这个地方先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资料库 然后呢把这边的资料 再做贿赂的动作 这个 刚刚这个可能没有关掉 这取消 然后就把这个 我先新增一个这个叫资料库好了 这个是要汇到资料库的 然后把这些啦 因为我们可能会需要的就是这些资料 把它复制贴到资料库这边来 不过这标准底中还没做出来 这个上里面没存到的 没关系 那请各位先试着 把这部分Ctrl C 然后贴到这边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那个 Essail里面的资料 快速汇到S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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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